8月6日,由北京当代艺术馆和汉堡帕什米画廊共同主办的《边界与桥梁国际当代艺术展》在北京当代艺术馆隆重开幕。 此次展览共展出了来自世界各地33位艺术家的238件作品。 展览开幕式由北京当代艺术馆执行馆长、工程计划项目发起人苏多壮先生主持,参展艺术家及社会各界嘉宾数十人参加了开幕式。 据策展人努尔鲁瑞先生介绍,本次展览旨在为欧洲艺术家与中国艺术爱好者搭建文化桥梁。 这次展览的主题是《边界与桥梁》,举办这次展览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欧洲的艺术文化。 这次展览主要有33位艺术家,然后通过此次展览,我们希望把他们的作品带入到中国。 本次展览,为一个非西方社群提供一个西方社群的写照,自我和他者的界限变得不再那么清晰分明。 作为美术馆的意义,边界定义了美术馆的物理空间,也同时作为桥梁把艺术和观众链接在一起,在这里相聚。 我很高兴,也很荣耀能参加这次的展览,所以我为这次的展览特别做了这幅中国长城。 这幅画我是通过照片来找到中国长城的感觉,然后也是用灰泥和颗粒做成的。 大家可以看我的此次展出的所有作品。 我作品的宗旨就是超自然的和天人合一。 他通过他的作品想实现一种超梦幻的环境,然后也想大家都居住在这个环境当中。 所有人都喜欢梦幻的,这是一个很棒的例子。 最后的一部分是六个各种画面,关于古代的秘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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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为中国家庭开启当代艺术鉴赏的新空间。 据悉,展览将持续至2016年9月18日。